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很记得有一天 我们是星期六的下午 我们在美国学校 在士林的美国学校 我们有一个聚会 那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要 就要离开 离开的时候呢 我跟师母 我跟刘教授的夫人 我们一面走一面聊天 然后我们走在后面 那刘教授他走在我们前面 那因为那个是星期六 所以大门早就关了 只开了一个小门 那刘博士他走到小门旁边的时候 他就在门旁边站立 那我跟他的太太刘师母 就一面聊天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挤出去了 那个小的 才出去没有两步 然后我们一面聊天 这个刘教授就来拍我的肩膀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有一些话想要跟我讲 然后他就跟我说 因为他是男人 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让女士先走 但是呢 这个门 并不当 两个人走出去 其实呢 是会拥挤 那他觉得说 我是年轻人 我应该要让长辈先走 而不是跟刘师母一起 一起出去那边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一点都没有羞愧的感觉 而是充满感激 因为我觉得说 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 他绝对不是瞧不起我 不是要羞辱 他一定是觉得 他好像有一种责任 要帮助我这个年轻人 变得更好 所以他觉得我不是不好 而我是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他把这个观念告诉我 所以我很感动 因为我来自一个家庭背景 我父母不懂这些 那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要毕业 学校老师也不会这样 所以家里父母 不会教 学校老师也不会教 但是有一个长辈 他是一个外交官 所以他对外交的礼仪 他是非常的知道 因为他几十年在这个上面 他很乐意很愿意 他不怕麻烦 不怕尴尬 不怕年轻人不高兴 然后他愿意这样跟我讲 所以我内心是非常感谢 也非常感动 所以我跟刘教授的友谊 一直到他过世 那他九十三岁过世 我认识他的时候差不多六十岁 所以我没有三十几年 而这三十几年 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常重大 那不知不觉 我的年纪也到 我认识刘教授的那个时候 所以我也觉得 现在我六十几岁 我也成为人家的长辈 所以我也认为我有那种责任 也有使命 应该帮助一些年轻人 去更了解自己 更了解生命 更了解这个世界 那也愿意花时间去聆听 他们的生命、生活 他们的感受、他们的需求 他们跟家人的复杂的一些关系 或者在他人生路上 不管是感情、事业、身体 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那跟他们一起聊一聊、谈一谈 有时候一起安静 看看内在的智慧有什么样的引导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陪伴其实是很有意义 那当然后来 不管我发起的这种 华人行动的培训 或者是在台北、台南、高雄 这种生命工作的团队的培训 种种大概也有一百多个人 差不多吧 一两百个人 当然这是指实际上有参与这样的一个长度的培训 那这些生命我也感觉说 既然我们有缘分 一起分享、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 那这些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的发展 我跟师母有一份责任 也有一份使命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 我们已经不把去开发更多的认识新的人 当作我们生活的方向、目标 而比较设定在怎么样陪伴这一批 我们培训出来的、我们熟悉的 其实他们很多也不年轻的 有些四、五、十岁 大概二、三十岁也是有 但是怎么样陪伴他们 让他们的对生命的整理 对自我生命的整理能够更深入 然后让他们在面对、在应对、在处理 一些其他人的生命的课题 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能够更增强 洞察生命的需要、应对生命的难题 这方面的能力能够更深入 那我想希望能够花一些时间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能够陪伴一些人 让他们有能力去做 甚至做得比我们更好 真的很感动就是刘老师跟刘玉坦博士的相遇 那是一段很珍贵的经验 那刘老师也透过这个经验 对你一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可是你也成为我们很多人的良师 我相信只要是认识刘老师的朋友 都是觉得是人生中最棒的一个经验 然后认识这样的良师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给予我们最好的一种陪伴 然后我也很幸运 可以跟着刘老师学习了二十年 所以大家加油哦 谢谢你观看我们的影片 如果你很喜欢 欢迎你按赞、分享、然后订阅 如果你对我们的影片有任何的疑问 想要了解更深入的话 就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写到我们的email rjliu1126 小老鼠gmail.com